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新剧开播在即,预告片信息量大,网友,撞山迅龙高手 由任嘉伦,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神话剧与君出相识 终于在剧迷的千呼万唤中定档了 对,你没听错,该剧将于2022年3月17日晚上6点在优酷平台独家播出 听到这个订档的好消息,剧迷们可算是开心坏了 该剧自公布订档日期以来,短短两天的时间 优酷平台的预约人数一举突破188万 可见剧迷对这部剧的热情有多高了 与君出相识的官微连续两天放出两支预告片 可谓是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不得不说的是,相比较第一支预告片 最新的两支预告片不仅信息量大,就连特效也有很大的改进 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经费在燃烧 第一支预告片主要讲述了长翼被捕上岸 在万花谷与纪云河相遇,相识,相吸,相杀 因为物会分离,在相遇的过程 而第二支预告几乎是全员出镜 几乎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顺德公主想一统天下,纪云河霸气回击 长翼带着逆临者归来拯救苍生 短短的一分多钟,看得人热血沸腾 比起前两支的超大信息量,第三支预告则侧重于长翼和纪云河 在万花谷的相处日常 一个是万花谷最强的御灵师,一个是刚从海里被抓来 不安适适,不懂人心,单纯又善良的乖乖鱼 两个人的相处戏码可谓是妙趣横生,其乐无穷 光看预告,就能勾起剧迷们的无限追剧欲望 游刃嘉伦饰演的娇人长翼,每一套造型都好看得有点过分 粗不易谱速接地气,白衣如谦谦君子,而王福则霸气十足 再配上任嘉伦精彩的表演,长翼这个新的形象被塑造的惊艳又讨喜 而由迪丽热巴饰演的御灵师纪云河,不仅造型多变 而且颜值惊艳,九尾狐造型简直是又美又萨 一句,惊艳,过此崖者,朱 便让人汗毛直立 而那句,我赌你,杀不尽这天下逆临者,正义的光芒一闪而过,更是看得我热血沸腾 比起迪丽热巴的惊艳造型,眼尖的网友却发现预告中那个出入万花谷的寄云河 乞丐服的造型颇为眼熟 说实话,这个造型乍一看,真的很难发现是迪丽热巴,更像是一个男孩子 短头发,黑脸蛋,破烂衣服,很难联想到这是迪丽热巴的新剧造型,跟其他造型比起来,这个造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这个造型到底在哪见过呢?看上去好眼熟啊 细心的网友却一语道破玄机,这不是动画片迅龙高手中西卡普的造型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图有真相 而且还不仅仅是像那么简单,从发型到服装,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再看剧名,一个是迅龙高手,一个是玉交际,有着异区同工之妙,简直是天作之河 也不知道,这种不约而同的撞山,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呢? 不过,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无条件地扮丑来丰满一个角色,真的值得表扬 除了迪丽热巴撞山西卡普外,该剧还有撞景的嫌疑 相信大家都看过《目光之城4》的终极之战吧,那雪地取景格外亮眼 北渊尊主长翼带兵的雪地之战,从取景和拍摄手法上也是几尽相同 而且与军出相时在招商看点上,也有提及目光之城 如此看来,两部作品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关联的 导演为了与军出相时的拍摄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不过,该剧从目前的路透图来看,还是十分吸引人的 迪丽热巴和任加伦的铜矿图满满的CP感,又甜又治愈 相信证据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期待任加伦、迪丽热巴的新剧与军出相识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